麦基山石窟现存仅有造像 错 正确 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对 正确 C 洪武之志 你没开始 我来买东西你告诉我这是啥呀 我也不知道 麦基山石窟主要塑像手法为 A 石刻 B 迷速 C 木雕 开始 B 迷速 回 答 正确 Yes 我们比的是长度不是厚度 你要再消不出来你的皮都没有了 这一块绝对都是浪费的 你想想怎么怎么投 对了 好 不错 加油 甘肃省天水市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这里山水灵秀 灵木密貌 为何及多条之流穿城而过 被称为笼上小江南 相传天水还是福西和女娲的诞生地 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素有西皇故里之称 境内有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的麦基山石窟文明中外 本期的智利快车就来到了天水进行校技大比拼 比赛的主赛场选在天水市新华门小学 这里环境整洁优美 同学们活泼可爱 整个校园都洋溢着快乐的氛围 尽管天空不作美 但连续的英语天气也挡不住同学们积极参与的热情 室外英语连绵 室内热火朝天 在主持人陈姨姐姐的带领下 同学们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演讲比赛 夸家乡 谈笑顺 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雨过天晴 比赛如约而至 让我们共同期待同学们精彩的表现吧 好 最近之前的同学们和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大家好 这里是智利快车 我是智利快车的司机陈姨姐姐 今天是把车开到了甘肃省天水市 天水市历史悠久 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那么今天同样有四所学校来参加我们的校纪大比拼 他们是天水市实验小学的同学们 欢迎大家 百年名校 天水市小 提心协力 勇创家计 百年名校 天水市小 智利小学 总教无敌 天水市解放路第一小学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 简易小学 百年名校 传承文明 以德力人 以爱力教 以勤力学 天水市新华门小学的同学们 欢迎你们 简易新华 离我一家 顺利比拼 新华必胜 还有我们天水市公园小学的同学们 公园公园 为同一门 一鼓作息 挑战战地 必胜必胜 谁一真本 勇真第一 不配成绩 本次比赛我们的场地 是设在了天水市新华门小学 在这里感谢这里的老师和同学们 对我们这个节目的支持 谢谢你们 这次的比拼是在天水市实验小学 和天水市公园小学之间展开 天水市实验小学 是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 始建于清光绪32年 学校重视传统文化教育 培养同学们读书 学习的兴趣 除基本课堂教学外 还开展了声乐 管乐 民族契乐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悠扬的琴声 笛声 伴随着歌声 笑声 同学们学在其中 乐在其中 充满了朝气与活力 天水市公园小学坐落于公园之中 环境优美 景色宜人 学校文化底蕴深厚 不但重视学生的课堂学习 还致力于培养同学们的个性发展 结合天水本地特色 开展传统工射箭项目 不仅训练科学 而且教学创新 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射艺精髓 此外 武术 爵士骨 书法等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既培养同学们浓厚的课外兴趣 也更好地促进同学们的全面发展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实验小学的各位小战友 来 海洞第一位 大家好 我叫马海洞 来自天水市实验小学 我是一个画很多的人 好画废话 有用的话 没用的话 我都说过 当然我也喜欢看书 朗读者 读者 明常那些事 实验尖是 反正只要是书的我都看过 在这里我已说会有 请大家多多关照 好 爱看书的马海洞 那么除了看书 马海洞 你还有其他的爱好吗 兴趣爱好 我还有一个就是喜欢看钢笔 喜欢看钢笔 这个爱好好特别啊 既然你这么喜欢钢笔 你给我们讲讲钢笔的构造 它分为几个部分 钢笔的话 首先开始就是笔帽 有些笔帽是特别 有些笔帽特别好看 比如说笔帽中间是镂空的 哇 还有那个笔尖 笔尖是钢笔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 最核心的 笔尖有镀金的 镀摆的 镀靶金的 还有一些就是纯金的 纯金钢笔是不能写字的 只能做 因为金属 黄金太软了 像有 只能是作为一个观赏和收藏 是不是 对 那小学生我们普通用的这个笔头 是用什么做的 好一些的话是用衣镜做的 衣镜很耐磨 还有如果差一些的话是用不锈钢做的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 以前我们写钢笔写一写 它中间就分叉了 这是什么原因 因为钢笔它的那个笔尖 中间是有一道线的 为什么会有这道线你了解过吗 因为没有这道线的话 这个墨水就写不出来 也就是说也是一个 触摸水的东西吧 也是一个起到了一个引流的作用 是吗 对 其实这道线 那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就是使用钢笔的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什么 才能不让它那么快就分叉 最重要的一个 千万不要把笔帽开着 然后特别是你用那种 把心的软的钢笔 不要把笔帽开着 然后不小心底下掉地下了 笔尖碰地下 那就悲剧了 你们有没有笔经常 掉在地下的情况 有 所以要保护自己的钢笔 有笔帽 笔尖这是最核心的 那还有什么呢 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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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的基 基础的基 笔基 是哪一部分 就是笔尖下面那个 笔尖下面 然后吸磨器上面的那一部分 就是给笔尖输送墨水的 所以以前的钢笔 是没有笔基的 没有笔基的话 它就需要 它就是沾水钢笔 需要 是最早以前的是不是 对 那最早的这个钢笔的雏形 是什么呢 最早钢笔的雏形 应该是羽毛笔 上面插个羽毛 下面弄个笔尖 然后写几个字 这样一下再写 太棒了 我在它的这个描写当中 我都对钢笔开始感兴趣 回去我也搜一搜 好 谢谢马海洞 掌声送给他 一个喜欢钢笔的小人师 好 李果然 大家好 我叫李果然 来自天主任 神远小学五年级 一般今年十岁了 我很喜爱中国的书法 绘画 还有一些文学历史等等 我也在日常生活中 特别喜欢毛主席的一首词句 是雄干漫道真如铁 而今漫步同作乐 谢谢大家 为什么会喜欢这首词 我们那部唐诗 唐诗书 有一首这样 壮怀激烈的一首词 然后就是我就问我 我就问我爸爸 感觉这首词写得很好 我说这首词 表含的意义有很多 就是激励人们的 也有很多 好 今天呢 你觉得在这个 笑级大比拼的 这个赛场上 你觉得应该用 你学过的哪句诗 能够表现这种场景呢 数分流人物 还看今朝 好 谢谢你 李果然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水市 实验小学五年级三班的 李炳玉 我也喜欢看书 像他看的时间简视 我也不是没有看过 然后我还研究过 爱因斯坦的理论 然后我也是个乐高迷 我对一切游乐 就是乐高积木形状的东西 都感兴趣 我甚至就是有一种 把我妈妈的口红 刁成乐高积木的那种冲动 有做过吗 没有 没有试过 对 我妈的那一支口红 几百多 我不敢刁 好吧 那一会儿我给你一支 好吧 送给你 你回去试试你的梦想 能不能成真 看看口红能不能刁出乐高 好不好 口红乐高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最中唯一的女生 杨毅涵 大家好 我是人见人爱 花见花开的杨毅涵 别看着我戴着这副眼镜 感觉很文静的样子 错了 其实我是个女汉子 我打篮球 踢足球 滑滑板 丽营场上 到处都是我的身影 我能歌善话 也比较喜欢 那个唐诗词 五湖四海 接兄弟 愿我们能搭乘智慧快车的路 一起勇往直前 好 勇往直前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 公园小学的同学们 来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公园小学六四班的张佩君 我这个人有一个外号 就是喇叭君 因为在大人的眼里 我是个调皮鬼 在同学的眼里 我是他们的开心果 每次课堂气氛不活跃的话 老师都会叫我来活跃气氛 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喜欢踢足球 最崇拜的球星是梅西 因为我要学习他坚持不懈 为了自己梦想 有努力的一种精神 刚才说你是喇叭君 什么是喇叭君 就是我和那个马海洞一样 就是废话什么话都喜欢说嘛 这样来的是喇叭君是吗 对 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 想做踢足球的球星还是 我想做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最大的原因 还是受了我爷爷的影响吧 爷爷是当过兵吗 爷爷是在西藏当过雷达兵 军人身上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你觉得 应该具备 不为牺牲随时随地做好 为国捐区的准备 那种精神 掌声送给你 希望你能够把自己的梦想 变成现实 好不好 好 好 来 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甘肃省天水市 公园小学 我年纪二班的王永祥 我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在班上有着号称君子王的雅号 我喜欢读古典书 虽然不及孔子老子的学识愿博 但是对于古文在下是一支一二的 我喜欢唱歌 画画 以及玩魔方 记住我的座右铭 人只要有精完成 就不会有不可能三个字 好 对古文有研究 哪方面的古文 谁的古文 老子 孔子 皇帝 最喜欢的是哪个呢 老子的德道经 德道经 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 你讲一讲 这是根据一个汉处百家如如处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德道经第45章 官庙 道可道也非横 重点在于这个横子 是因为刘氏的祖先 有个是刘恒 他奶奶从小让他读四书五经 读德道经 他读着读着厌烦了这种生活 他奶奶嫁奔以后刘恒继承了皇位 结果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推翻这些理论 把道字放在前面 德字放在后面 所以才慢慢地让世人相信 是道德经 而不是德道经 也就是说最早是德道经 到后来我们才变成道德经 是这样吗 是 你为什么对古文感兴趣 我觉得古文那是很难懂 有些字都特别生僻 你怎么来学习古文呢 我是靠字典工具书来帮忙 有些字词不懂的意思 全靠插字典 问老师才解开了我心中的小疑惑 怎么会对古文感兴趣呢 是学前班的时候 咱们住在一个私房院 里面一个院子 像我妈推荐说 有个工艺性的国学班 不收钱 只要交48块钱的书费 我当时什么都不懂 只以为是玩的 就是说我想去 去了之后才发现 那简直是天堂 结果就从那时开始就爱上了古文 先是学德道经 弟子规 德道三字经 一些做人出事的道理 那你觉得自己学的这些 你在生活当中 你会用到这些吗 我会用到这些 你举个例子说说 我现在是从去年学弟子规 现在两天帮爸爸妈妈洗一次脚 经常坚持 要格外地帮他们做一些家务活 你每两天就给爸爸妈妈洗一次脚吗 一直坚持到现在 从去年开始 这真的是我们的孝心少年 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通过学校 或者是我们平时要组织什么活动 或者出一个 今天我们要让爸爸妈妈洗脚 感受孝心 可能是变成一个作业 但是它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日常的行为 每两天就一次 对 变成了一个习惯 也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好吗 好 谢谢你 王玉祥 来 王志峰 大家好 我是天水市公园小学 四年级三班的一名学生 我今年十岁了 我从小都特别喜欢读书 然后我个子是小得很 但是我知识也挺多的 有知识不再升高 对不对 有知不再年高 对 有知不再年高 不再升高 那你浓缩了哪些精华呢 你觉得 我感觉吧 就是读书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 然后就是 也可以让一个人感受到 书里面很多的乐趣 读书你也可以 和作者的脚步去同行 感受一件事情的美好 我的天啊 她真的是人小知其大 说真的话真的都是大道理 好 来 我们的曼玉 哈喽 大家好 我叫郝曼玉 雅浩为好书女 我来自天水市公园小习五年级二班 我看的书挺多的 其中最喜欢秘密花园这本书 我的理想则是当一名心理咨询师 温暖他人的心田 驱赶他人心中的阴暗 我有时候还会写几首小诗 虽然不怎么样 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 你们随时可以来找我吐槽 记住 我是好心理咨询师 谢谢大家 我觉得曼玉 人家都是看书啊 想当兵啊 想当这个那个 你怎么会想当个心理咨询师呢 这个想法也是我从 跟王宇强 年养同性萌生的 去年的时候我开始了解到 现在很多中小学生 有自杀现象 大多都是因为 他们的学习压力太重 或者是家庭分裂 家庭暴力等等一些 如果这样长时间下去的话 他们会得盈郁症 我觉得想要学好 学习成绩要好的话 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你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理 你长时间盈郁下去的话 那你就学习成绩也会下滑 所以你就想帮助更多的同学 所以想做心理咨询师 那我知道现在呢 大多数的学校呢 都有这个心理咨询师 也有专门的心理辅导老师 那么如果同学们觉得 压力很大的时候 可以找老师聊聊天 对不对 对 就可以缓解自己的压力 也可以呢 找我们的曼玉 好吗 好 谢谢你们 谢谢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场上呢 还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要介绍给大家 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小助手 有请你们 好 来 站在我身边来 谢毅然 请来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水师工人小学 四年级一班的谢毅然 别看我一副奢奢弱弱的样子 其实我是小生板里 藏着的大能量 从一年级开始 我就独自一个人 坐四十多分钟的公交车回家 我还是同学眼中的 雷厉分行的铁娘子班长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舞蹈家 跳舞能给我快乐 我觉得跳舞很充实 甚至把我感染到了 我觉得不跳舞就不是一个女孩子 我会向我的舞蹈梦想前进的 谢谢大家 好 来 你呢 曹萱 黄河之水天上来 大家好 这里是美丽的龙城天水 我叫曹萱 来自天水师实验小学 五年级三班 活泼开朗的我 喜欢阅读 能歌善舞 乐于助人 希望如同阳光般的我 能带给你快乐 好 谢谢 今天呢 你们两个人 不仅要给我们带来快乐 同时呢 还要作为我的小助手 帮我来上道具 可以完成吗 可以 好 那你们在那里等我口令 好不好 好 谢谢 真正的比评 马上做好试试 不要着急啊 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关 答答答 在这个答题之前呢 我们先要来热热身 我们要争夺优先答题权 来 先请上道具 我们每一队呢 派一名选手 代球过障碍 每个障碍都要过 明白吧 白索 然后一个来回 谁用的时间短 回到终点 谁就获胜 那么中间 如果你的球碰到了障碍物 重新开始 对了 从起点开始 来 两边派队员吧 派队员 派了个女队员啊 刚才说了 在绿音场上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个意涵 来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三 二 一 开始 慢弓出细火 是不是 从那开始 脚马的 好了 比赛结束 谁先回来的 我回来了 谁先回来的 张佩军 张佩军 杨一涵快到终点 又碰了我们的障碍物 那我们的规则 是这样要求的 好 没关系 你们两位 可以回到座位上了 谢谢 拿起手机 摇一摇 关注央视势儿微信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公园小学 他们得到了优先答题权 你们是选择自己答 还是让他们先答 对方先答 对方先答 好 要先看看对方的实力如何 是吧 好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好 好 来 请听听 天水市地处陕西甘肃四川三省交界 对 正确 李果然 史记中记载的《龙溪成记》就是今天的甘肃天水 正确 正确 李炳玉 我国南北方气候分界线是秦岭渭一线 错 正确 杨一涵 情人先祖的封地在今天的甘肃天水一带 对 正确 马海洞 麦基山石窟现存仅有造像 错 正确 李果然 黄河最后注入黄海 错 正确 李炳玉 大尼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 对 正确 杨一涵 非将军李广是中国东汉时期的名将 错 正确 马海洞 三国演义中六出齐山的是名将关羽 错 正确 李果然 昼夜温差大是甘肃地区水果糖分充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错 错误 李炳玉 天水植被丰富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水山 错 错误 杨一涵 现今甘肃境内没有沙漠 错误 正确 月牙全是甘肠 好 他们一共答对了几道题 十道题 来 加上一百分 一百分 刚才哪道题答错了 昼夜温差大 昼夜温差大 其实是水果糖分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妈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嘛 这两道题我妈都是做这个行业的 都是没轮到你回答 对不对 我们把刚才在答案当中是错误的题目 我们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它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我国南北方气候分界线是秦岭 卫河一线 应该是什么 秦岭淮河一线 还有一个是麦基山石窟现存仅有 仅有造像 应该还有什么 还有塑像 还有壁画 对 不仅仅有这个造像还有壁画 对 那么李广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名将 对 还有你刚才答的 三国演义中六出奇山的名将是 诸葛亮 是诸葛亮 对 而且我们现今甘肃境内没有沙漠 是有沙漠的 对不对 那宁下有 宁下宁观的那个 那个月牙全就是沙漠中的绿洲 还有张艺 还有张艺 丹河丁河 还有什么藤格里沙漠 还有德华河高湖 宁下的沙湖附近 所以说我们甘肃境内是有沙漠的 对吧 有草原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公园小学了 好 左号准备 好 张佩君 请听听 天水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对 正确 王与祥 为何发源于甘肃省天水市 对 错 王志峰 天水得名 源于天河注水的传说 对 正确 好 好 正确 对 正确 回答错 好 好 好 来回顾一下他们都哪道题答错了 为何发源于甘肃省定西市 记住了吗王与祥 好曼玉 对 是对的 都没对 第十题王与祥 龙海铁路贯穿天水全境是对的 记住了吗 好 好 曼玉 一般情况下 两栖动物的 幼体是用肺和皮肤呼吸的 是错误的 两栖动物刚孵化出来的时候 它们是用塞呼吸的 等到成年以后 比如说青蛙 难道你没发现吗 青蛙上来又没塞了 所以说它是由肺呼吸的 也是由皮肤呼吸的 明白了吗 解释的非常正确 那我们来聊一聊 刚才我们这个王志峰答了一道题 天水得名于天河注水的传说 谁能跟我讲讲 这个实际我知道是 就是汉武帝时期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 发生那个大汉 民不聊生 汉武帝和当地百姓都很担心 然后也许是他们成仙感动了上天 然后就是一天晚上 他们正在熟睡的时候 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音 就发现天上的天河 开了一道裂 天河的水就流下来了 就是这个地方就得以救生 所以我们天水的名字 就是这样来的是吧 这是一个传说 其实也有很多的版本 是吧 好 我们第一关的答答答 结束了 我们来看看长生的比分 天水市实验小学是100分 工业小学交出了60分 好 现在是差40分 没关系 这是我们第一关 下面这一关至关重要 这一关是拉开分数的 一个最重要的答题环节 所以你们要注意 下面我们要进入的就是 强 强 强 拿起手机摇一摇 关注央视市儿微信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强 强的规则呢 是等我说开始 才可以摁强大器 如果谁提前摁了或者答错了 对不起巨观 我要扣你分数 所以一定要谨慎 小心 仔细 第一题 下列诗句中 提及的地名与甘肃省 无关的是哪一句 A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 无故人 第二个 B 长风几万里 吹渡玉门关 第三 萧关逢后继 都护在燕然 开始 选哪个 C 能背出这首诗吗 这是凡初看赛 我忘了 萧关 冯后继 都护在燕然 选C 对吗 对 好 正确答案是 A C 谁能背出这首诗呢 它是《大漠孤烟之长》和《落日圆》 对对对 《大漠孤烟之长》和《落日圆》 萧关逢后继 都护在燕然 它描述的是哪个地区呢 江玉关 不是江玉关 不是江玉关 这个萧关是在今天的宁夏 渡远 其他两个是在我们甘肃 只有这个不是 玉门关 阳关都在我们甘肃省 是吧 来 我们看看下一个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 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 A 贞观之志 B 文景之志 C 鸿武之志 你没说开始 我还没说开始 扣掉十分 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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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加上十分 可能加二十分 对啊 对对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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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呢我们了解了这个历史的故事 历史知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聊一聊天水 因为我呢也是第三次来天水了 我也很喜欢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物产丰富 然后我在市场上呢也看到了琳琅满目的 哎呀 各种苹果呀 吃的呀 用的呀 很多 那么我呢 走的时候我想带点回去 所以呢我想请同学们来帮帮我啊 我不清楚他们的这个具体价格是多少 所以呢我要同学帮帮我来请上道具 大家看到我桌上呢有三种物品 我现在呢这里有三个价签 一个是10元每公斤 一个是100元每公斤 还有一个是50元每公斤 因为我不清楚这些这个东西到底是卖多少钱 所以我要请同学来帮我 我要把他们带回家 那么谁来帮帮我呢 3 2 1 开始 你来吧 你来吧 你来 你去 好 来 志峰来来 你先告诉我这些是什么东西 这是肉 嗯 牛肉 这个呢 花椒 这是 这个是啥呀 麻子 麻子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呀 你是天水人吗 真有点不知道 我来买东西 你告诉我这是啥呀 我也不知道 有人认识吗 这是什么 自然 自然有这么大个吗 这个跟你们早晨吃的一个东西有关系 是它的原料 烟麦 蕎麦 蕎麦 对 你们做呱呱的原料是不是蕎麦做的 熟 嗯 熟 但呢 王志峰你要给他们一个价格 你认为正确的价格 你用这个标价签放在他们的这个盘子后面 然后我来买 确定好告诉我 平时有没有买过菜 我买过肉 买过肉 哎呀 那看来肉的价格应该是 比较接近和正确的 一碗瓜瓜卖多少钱 3块 3块 它的原料 它的原料应该是多少钱呢 原料最便宜了呀 是 这样吧 确定吗 确定 好 我们来看看 它给出的价格是 牛肉每公斤是100块 花椒50 蕎麦10块 那么我告诉你们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 我们的牛肉应该是50 我们的蕎麦是10 对了 好 花椒呢 应该是每公斤100元 所以很遗憾 回答错误不能加分 扣去10分 谢谢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继续答题 这道题呢 是位于甘肃天水的麦基山石窟 是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之一 那么其主要塑像手法为 A 石刻 B 泥塑 C 目标 开始 B 泥塑 回答正确 Yes 好 加上10分 麦基山石窟 你们是不是都很了解 是 谁给我介绍一下 张佩军来介绍一下 麦基山石窟 就像你说的 它的主要手法是泥塑 我还知道它麦基山里面 这个雕像就是小的大的 加起来有7200余件 这么多 然后还有壁画 大约是1300多平方米 它这个建造好像是始于公园的 好像是384年 一直耗费37年的时间 才建成了就是这么一个 宏伟的 东方雕塑馆 对 东方艺术雕塑馆 那么今天呢 我还给大家请来了一位小客人 我们来有请这位神秘的小客人 他来自于哪里呢 他是谁呢 你们认识吗 谁给我介绍一下 来 李果然 这个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他 就是一开始我也给我给一本画册 画册上就有小沙迷 他上面写的是 他是这个麦基山石窟最出名的一个 他叫什么 被称为什么 被称为东方的门娜丽莎 东方微笑吧 是不是 他应该被称为东方微笑 然后他有什么特点呢 谁介绍一下 哈喉可居 我听说有人说前面像什么 后面像什么 前面像什么 有没有同学能答出来 我们给现场同学一个机会 好不好 来 给刚才那个举手 小猪手给他一个话筒 就是他的这个小沙迷的正面 他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小孩 嗯 然后他的侧面去看就是像一个成年人 侧面我们转一下 哦 然后呢 然后他的背面看起来就是一个老年人 是吗 对 好 谢谢你 来 把啪啪天送给他 那我们继续答题 接下来呢 这道题是在我的描述中 你们就可以抢答 随时 不用等我说开始啊 挺好条件 他在现今天水境内 他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他是现代兵家必争之地好像是 你觉得是哪里 好像是 兵家必争之地 现在天水境内 现在天水境内 天水境内 这里有名的兵家必争之地是哪里呢 甘谷 回答错误 我们听一下正确答案 他是因三国时期的一场战役而闻名 在三国演义中 诸葛亮灰类斩马素 就和这个地方有关 正确答案就是 接 挺 来 我们下一题啊 甘肃省名曲甘州 素州首字得名 甘州和素州分别是今天的哪两座城市 A 张业市 九泉市 B 武威市 九泉市 C 张业市 五威市 开始 A 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我选B 五威市和九泉市 对吗 对 好 正确答案应该是 我错了 张业市 九泉市 A 正确答案应该是A 对不起 扣掉10分 没关系 没关系 没事 很厉害了 同志们 很厉害了 这个题是有一定难度的 那你们还了解 甘肃的什么 其他的城市吗 兰州 有什么好吃的 你记得吗 牛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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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牛肉面 我们还有很多 什么凉皮子 甜皮子 酸奶 有很多好吃的 好 来 我们继续 大家都知道 我们天水的麦鸡山 十分有名 刚才我们也欣赏了 这个工艺品小沙迷 那么你们知道 其他著名的石窟吗 来 先别着急 来 请上道具 这道题目是 请将四大石窟的名称 和其所在地 连线 3 2 1 开始 好 来 谁来 我来 河南洛阳 龙门石窟 甘肃敦皇 墨高窟 甘肃天水 麦鸡山石窟 好 我们看看 云港石窟是哪里 山西大桶 龙门石窟 河南洛阳 墨高窟 甘肃敦皇 麦鸡山石窟 天宿天水 回答正确 加十分 好 刚才我们看到 有这么多的石窟 大家都去过这些石窟吗 没 去过 有去过的吗 除了麦鸡山石窟 还有什么 再没去过 好 来 小助手 给他一个话筒 好 这个同学去过什么石窟 我去过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 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石像 然后它的石像 然后最高的达16米左右 然后最低的仅有2厘米 参观石窟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可以拍照吗 不行 不可以拍照 对 还不可以干什么 不能带液体进去 我们能在上面刻字吗 不能 不可以 对 我们要文明旅游 好 谢谢你 我们把帕发圈送给你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 天水有很多的美称 那么接下来我要考考大家 请问 以下哪一项不是天水的别称 A 西黄固里 B 牡丹花城 C 笼上小江南 你怎么开始呢 扣掉10分 每次都这样 我还没说完 C 笼上小江南 开始 是 水币 牡丹 牡丹花城 牡丹花城指的是哪里 洞洞 回答正确 加10分 接下来在我的描述当中 开始抢大 不用听我说开始 来 它原产于中拉丁美洲热带地区 它的维生素C含量 居蔬菜之首位 它属于茄科 还没有人选 天水干骨盛产这种 应该是辣椒 天水干骨盛产这种蔬菜 应该是辣椒 因为丝绸之路将南美洲的辣椒 带到了我们中国 这样子 这样子才有了我们现在所吃的火锅 火锅 由辣椒想到了火锅 回答正确 以前 终于加了10分 甘骨的辣椒非常有名 对不对 以前中国人在没有 在拉丁美中没有将辣椒 传入中国的时候 以前是在放很多很多花椒 用来提升辣味的 那这只是麻没有辣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 请问 以下哪所大学不位于甘肃省 A 兰州大学 B 西北大学 C 西北师范大学 开始 西北大学 哪一个是不是甘肃的 西北 选哪个 我选B 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 好 来 正确答案是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北大学 它是不属于甘肃省的 好 加10分 好 既然我们说到大学 我想问问我们的同学们 你们以后有没有想过考哪所大学 清华北大 清华北大 还有吗 好 曼玉 考美国的哈佛大学 这个更远了 哈佛 要去留学是吧 其实有很多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省份 每一个国家 都有很多著名的大学 大家只要今天努力学习 都可以达到自己的愿望和目标 是吗 这一关呢 我们结束之后 场上的比分是 实验小学得到130分 我们公园小学是50分 落后的稍微有一点点多 我们接下来还要继续加油 好不好 马上呢 我们要进入最后一关了 可能我们公园小学呢 就是有点赶不上 但是没关系 这是一场比赛 有输赢 但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 是不是都有收获 我觉得输赢哪边加城市 这只是一场比赛 不是说一场比赛 就可以决定我们的人生 我们还有好多一场比赛 等着我们呢 我们还可以参加其他的比赛 来证明自己 没错 来掌声送给我们公园小学同学们 好棒啊你们 好啦 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三关 玄玄玄 拿起手机摇一摇 关注央视社儿微信公众号 参与节目互动 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选选选 每个人呢 选出自己适合答的那道题目来 我先告诉你们都有哪些题好不好 第一呢是生活类的 第二是运动方面 你们来想想都要选哪一个人来参加哪道题 你们讨论一下每个小队 好公园小学你们选的是谁 第一道题 好玛玉 来好玛玉到我身边来 你们呢 马海洞 来吧两位 好 我们要做什么呢 来请上道具 两个队员面前放了我们添水最好吃的什么 花牛苹果 花牛苹果 那么这道题呢是在规定时间当中 谁消出的苹果皮长 谁就获胜 我们的刀呢是非常安全的 这个是我们素料小刀 这是这条吗 在虚苹果之前我们先把手擦一擦 讲卫生啊 吃东西之前都要讲卫生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听我口令 三二一开始 注意方式方法 这个还不行 哇你们第一刀下去我看看啊 这么点 削的长一点 有没有什么窍门 平时看爸爸妈妈削苹果吗 我削不过窍这个 那你得想想怎么办呢 哇你这是飞出来的苹果 我们比的是长度不是厚度 还浪费我的苹果 规则再说一下 不是看谁消出的苹果厚 而是看谁的皮长 消出的苹果皮长 现在呢我看看两边有没有一样的 差不多是不是 努力啊 只要比这个长就行 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 加油 想一想怎么样才能消出一段长长的皮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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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马海洞 加油 加油 还有时间 想一想它的方向 加油 想一想它的方向 这一块绝对都是浪费的 你看这块可以如果分成两块 换一个方向就能选出更长的一根来 对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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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里吃苹果吗 吃苹果 吃苹果都谁给削皮啊 妈妈给削皮 没有学过削皮 那你呢 海洞呢 平时在家里 我还是不削 你削过皮吗 这个 削过 不知道哪个汤 那今天消出的这个好像不是特别的娴熟啊 你的技术的手法 我根本不会削 我根本不会削 今天回去要练一练了是不是 是 爱吃苹果 那每次都是爸爸妈妈给帮着削 以后呢 就要你学会之后给爸爸妈妈削 嗯 好 哎呀 好 好 来 结束 因为它们实在有皮可削 只剩下了苹果 哎呀 我可怜的苹果 这么好吃的花牛苹果 好 我们来看一看啊 找一段最长的 你们找一段最长的 给我 最长的话 我觉得 你认为最长的摆到我的这个桌子上 加油 我来 应该是这一段 我这个 你呢 你能找出来一段比它长的吗 就这些了 这个是最长的了 嗯 好吧 那么结果很明显 获胜的就是我们马海洞 事业小琪 好 好 谢谢 平时只吃苹果 不在家削苹果 那我要问问现场的同学们 好 谢谢 在家里削过苹果 会削苹果 关键是会削 能够消除比它们长的 好 谢谢啊 好 那你们俩先休息一下 真的吗 我来现场找一位同学 我能相信你吗 好 好 开始 因为我们怕伤到同学们的手 所以不用真正的水果刀 我们用的是塑料刀 但是呢 如果你掌握方法 也是可以削出一个长长的苹果皮来 不错 哇 这一刀下去有点大 是不是 好 不错 坚持啊 哇 这个 你的面积越削越大了 我知道因为你们想急于把苹果吃到嘴里 是不是 所以不用削那么细 不用那么长 我要赶紧吃到这个苹果 好 别碰啊 千万别给它碰掉了 对 这一圈下去 我觉得基本可以结束了 好 来 已经很没错了 来 累吗 是不是很累 哇 很累 是不是很不错 说实话这个 这个还真是有点难度 因为我们天水 花牛苹果呢 它的这个形状 不像别的苹果 长得特别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削 如果要削一段很长 那还真是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同学 真的是好棒啊 我们一分四段 好不好 好 那你帮我拿一个 好 录完节目 你们回家吃 来 哇 你看我们张佩军多好 还要知道和队友分享 谢谢 你吃吧 你吃吧 今天你们表现特别好 你们俩分一下 谢谢 好了 好了 好 给它 别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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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吃一口 不行 不行 后面的分好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第二题 运动方面的题 你们刚才选了谁来打 走走走 好 来 过来 王雨湘和杨艺涵两位同学 我们要干什么呢 来 分给他们两个人 这道题呢 是我们最后一道题 所以呢 我们就开心的玩好不好 好 我们把这道题目做完 然后开开心心的 来 这道题呢 我们要干嘛呢 投掷 投掷 对 我们要把香包投到那个框里 谁投得多 谁获胜 来 我们往前站一点 好 三二一 开始 投的时候 你想想怎么怎么投 对了 好 不错 加油 再来一个 看来女生要强一些 对了 好 好 差一点 好 我们再加了十分 好 其实一场比赛当中 不仅仅有输和赢 我们还更多的是收获了知识和快乐 对吗 好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天水市公园小学同学们 他们今天表现真的 他们棒不棒 棒 那我们所有的同学给他们点个赞好不好 来 一二三 好棒 好棒 那么接下来我们实验小学同学们 你们还有重任就是要进入决赛去参加更严厉的比拼了 对不对 更强的对手还在前面等着你们 你们有没有信心啊 有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也感谢我们现场的同学们 我们决赛再见吧 再见 在吧 particulier 好的 还有 我的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